接下来看是全世界共同话题 除了疫情之外就是通货膨胀 通膨压力越来越重 连网路上的电商购物也越来越贵 美国有一个最新的线上物价指数确认 11月的网购价格年增3.5% 已经连续涨到第18个月 而且美国联准会已经酝酿升息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造成股市震荡 像是中国大陆的通膨数据 也已经创下了近15个月的新高 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.3% 是去年9月以来第一次涨破了2% 缺工缺零件缺送货的司机和缺原物料 已经是全球疫情后期 经济奋战里面最棘手的问题 动动手指一键下单 却发现东西变得越来越贵 根据美国Adobe数据物价指数 11月的网购价格已经连续第18个月上涨 供不应求让物价一涨再涨 每个环节都是影响关键 以加州这间新鲜核桃供应商来说 制造流程和生产量一切正常 却卡在海运货柜大塞港 看看仓库里这些等着出货的商品 一进堆的快撞到天花板 光是这里的总价值就高达1000万美元 光是今年9月和10月 加州代壳核桃的出口量 就比往年大减47% 去壳核桃也减少16% 还有杏仁出口量也下滑 影响已经扩大到整个美国西岸的坚果农家 挨红遍野即将出炉的美国11月通膨报告 以及美国联准会即将在下周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 更备受关注 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回跌 因为路透最新调查显示 联准会的升起步伐 很可能会提前到明年第三季登场 意味着风险也会提早来报道 同样拉紧报的中国大陆 通膨数据已经率先公布 11月CPI年增2.3% 创下近15个月新高 也是去年9月以来 首度突破2% 话虽如此 缺工缺零件 缺送货的司机和缺原物料 已经成为全球疫情进入后期的最大危机 但加拿大早就做好储备战略 掌管魁北克所有风唐浆制造商的这个组织 过去21年来 不断储备这个被称作一体黄金的风唐浆 以硬不实之虚 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风唐浆库存室 就在蒙特罗开车两小时外的一座小镇 而这满坑满谷共400多个白色桶子 每一桶里头都装了约272公斤的风唐浆 加起来多达4500万公斤 让风唐浆业者信心满满 保证让风唐浆国民绝对不用怕断货 至于土耳其的国民可就乐观不起来 因为该国11月通膨率高达20% 导致土耳其的货币里拉 在一个月内狂扁超过三成 不只玩具买不起 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物资都无法附和 索性不带购物带上街 万物街长名不聊声 让不少专家把苗头指向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异于常人的经济政策 当其他国家都在讨论升息 打通膨 埃尔多安却坚持降息 埃尔多安认为 高利率只会让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 因此承诺六个月内一定把问题解决 但眼看2023总统大选就要到来 通膨拒售席卷全球 各国政府出招 民众且走且行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